日前,一张F-22战机,被俄罗斯Z-35锁定的照片在网上流传,实际上这张照片背后是有背景的,俄媒体在25日披露了相关的细节。 据悉在12-20被击落后,俄赫梅明基地紧急出动,那数十架战机从两个方向逼近以色列领空。 以色列雷达及时发现了这一动态,为避免发生直接冲突,请求美轩支援,而随后F-22战机紧急赶来,于是就有了F-22被苏-35的HRV锁定照片。 从照片上看,双方实际的距离大概在两公里左右,苏-35的O-35光电系统成功的锁定F-22的尾翼,但此后双方没有进一步的动作, 而是各自返回了基地。 在地中海、波斯湾区域,美国的军事部署的力度越来越强。 地中海区域出现了美军的杜鲁门号航空母舰、导弹驱逐舰、导弹巡洋舰、核动力潜艇等。 而在波斯湾一线,美军将战略轰炸机部署在卡塔尔半岛。 同时美军还装备了大量的弹扰,真正打起仗来,火力还是十分强大的。 俄罗斯和美军的敌对仗态已经持续很久了,当时处于对伊尔20被击落的紧急措施。 俄罗斯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手段,派出包括苏-35S在内的数十架军机,也要警告以色列之意。 据悉,俄军派出的军机有苏-35S、苏-30SM和苏-27战斗机。 这些战机几乎全是战斗机,分成两个编组从两个路线接近以色列领空,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。 尤其是苏-35和苏-30SM,具备了高速出防的能力。 在实战中可以对敌人进行精准有效的打击。 俄军将这些军机分成了两批,一支编队从格兰高地附近接近,让以色列的防控部队十分紧张。 但最终俄军还是返回了赫梅宁基地,另一支编队从拉塔基亚附近的海上,向射利亚海岸靠近。 其中的苏-35携带时代飞行速度极快,让美国不得不触动F-22进行应对。 美国及其盟友在射利亚附近的兵力部署十分强大,俄罗斯认为到自己的军事安全受到了威胁,与此同时,美军还不停地调动部队。 在射利亚和反对派进行了军事演习,美国及其盟友出动了多股军事力量进驻射利亚,却对当前射利亚的局势十分不利。 另外,北约的海在波罗帝海进行军事演习,俄军面临着多方的战略打压,对此,俄罗斯摆出了强硬的姿态,在出动军机进行战斗巡航之后,甚至将部署战术弹到导弹提上了一程。 近期大批电子压制装备盒F300,也陆续成4架1270流抵达雪莉亚,这给了双方更为紧张的气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